台湾的新冠肺炎境外移入课案 在今天又新增了三例 其中案816是一名本国籍的41岁女性 去年10月份在法国确诊之后并没有治疗 后来的裁剪就变成了阴性 而在今年的元旦返台之后裁剪又确诊 另外是越南日前也宣布 新增了一名来自台湾的境外移入课案 指揮中心调查发现 这名越南籍的女子在台湾是一位产业移工 由于她105年就入境台湾 一待就是4年多 没有出境记录 是不是本土感染还要再透过疫调厘清 越南通讯社官网斗大标题 越南在2号新增8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课案 报道中写到的其中一例竟然就是来自台湾 这名确诊者是为34岁的越南籍女性 2020年12月30号从台湾飞回越南 1月1号在当地裁剪确诊 让台湾输出个案再加一 指揮中心根据越南提供的资料调查后发现 这名越南籍女子在台湾是为产业移工 105年就入境台湾 直到去年年底才回越南 在台湾期间没有出国记录 外界质疑感染源就在台湾 在机场的时候也是有谈话 那有接触有谈话 那另外在当地是8个人隔离在一间 不过其他7个人并没有验出来阳性 只有他验出来阳性 他还会再采检再确认一次 本土感染疑云再起 指揮中心已经匡列7名密切接触者 将做抗体和血清检验厘清疑点 而同样还需要厘清的 还有证明4号确诊的案816本国籍40多岁女性 去年10月在法国就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后 并未就医 后续裁检竟然变成阴性 因此在今年元旦就持阴性报告返台 1月2号因为申请外出奔丧自费裁检 结果又被确诊 但他CT值36明明高于标准35 判定标准到底是什么 他其实不是一个诊断的标准 一个参考值 三个基因都会一起来看 国际疫情稍不停 台湾防疫也只能持续上几八条 全球的新冠肺炎的疫情非常的严峻 各国政府都很期待 在接种疫苗之后能够减缓感染的趋势 但是美国辉瑞药厂所研发的疫苗 有一名墨西哥籍的女性医师 在施打之后就出现了起疹子 呼吸困难等等的症状 初步诊断是罹患了脑脊随炎 对此指挥中心就说了 要厘清是否是疫苗接种之后的不良事件 有待后续的进一步评估 而国内医生则认为 可能跟自体免疫有关系 各国陆续开始进行新冠疫苗的接种计划 不过又传出有人施打之后 产生严重反应 墨西哥一名32岁的女医师 接种完辉瑞疫苗之后 就出现抽搐 皮肤起疹子 肌肉无力 呼吸困难等症状 立刻被送进加护病房治疗 经过治疗之后 初步诊断得了脑脊随炎 对此指挥中心谨慎看待 通常就是要去评估 它到底是属于所谓的 就是接种之后 就是偶发的这样的情况 还是跟疫苗有关 所以一般人员 我们会对于像类似这样的 都还是归类于 所谓的不良事件 那需要后续 还是需要去做进一步的评估 脑脊随炎是大脑 跟脊随周围发炎的感染状况 墨西哥卫生部发声明表示 该免女医师有过敏病史 但辉瑞疫苗的临床试验当中 没有证据显示 接种疫苗会引发出现 大脑发炎症状 国内医师则说 很有可能跟自体免疫有关系 最担心的就是 会不会引发身体的 一个自体免疫反应 所谓的自体免疫反应 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 突然攻击了自己的身体 那攻击如果是脑部 或神经系统 就可能产生脑炎 或脑脊髓炎 忽略疫苗问世到现在 出现不少施打后不适的例子 究竟是过敏反应 还是副作用 辉瑞药厂没有对外做回应 各国抢折 打疫苗是否影响 台湾购买疫苗进度 得滚动式评估状况 接着小比小学生台北报道 新冠疫情持续延烧 那么现在呢 各界都很担心说 这个变种病毒 有没有可能造成 更大的危害呢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英国还有南非 出现新型变种病毒 其中南非变种病毒的 致死率更高 我国目前出现的两例 英国变种病毒个案 目前还有八株 在做定序当中 也有专家认为 由于变种病毒的传染力 可能增强 甚至导致孩童 更容易染病 建议我国最好 要锁国至少一个月 而面对变种病毒 来势汹汹 一届有学者认为 就是因为英国跟南非 防疫不利 才会推说 病毒出现变种 不过呢 指挥中心发言人 庄人想就说了 现在的重点啊 还是在防疫要做好 新冠肺炎变种病毒 传染持续扩大 英国牛津大学 皇家亲定医学教授 贝尔也示警 除了英国之外 南半球的国家 南非的变种病毒 一旦感染更致命 国内专家也颇文强调 病毒突变一定会发生 加上变种病毒传染力强 儿童和青少年 染疫机会大增 或让国内的医疗体系 有传息空间 避免增加太多变数 基于三个理由 国内医学界建议 台湾应该要实施 至少一个月的锁国政策 指挥中心15号 将寄出一人一户的隔离措施 也针对CT值低于27的确诊个案 进一步比对病毒基因 目前已经检验22株病毒株 其中发现两例 确诊感染英国变种病毒 另外有4例病毒量太低 验不出来无法定序 剩下还有8株 包含先前确诊 从英国返台的案804 还有案810都还在定序中 不过面对变种病毒 国内专家看法两极 有人认为是英国南非防疫不利 有人说要加倍防疫 指挥中心怎么看 对我而言我是比较站在 是不是属于 属于这个防疫 可能有比较 因为它只是集中在几个地区 没把话说破 但言下之意 做好防疫工作才是王道 但面对突变病毒 来势汹汹汹 只怕会增加医疗量的负担 还是不能 太过情敌 就你们一事也听不懂 好 另外呢 是学校的团善业者 现在也要严格把关了 中央规定从元旦开始 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制品通通禁止进入校园 中部团善业者就很担心会受罚 现在严格的自我把关 有团善业者无法掌握猪肉来源 就决定不用含有猪油的加工食材 像是贡丸 花枝丸 香肠 水饺等食品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团善业者来说 可以说非常的苦恼 因为菜单都已经开到二月了 不少的食材早就下定 目前也没有接获教育局 或者是学校任何指示 要来更改菜单 团善业者现在只能够姑且相信 上游厂商所提供的产品都没有问题 午餐时间学生打饭准备用餐 团善业者除了顾及血统的营养均衡 现在还得防范莱猪进入校园 有团善业者决定不用含有猪油的加工食材 例如贡丸 花枝丸 包子 水饺等食品 却让大部分的团善业者觉得不知所措 完全存肉品的话 它的变化是很少的 市面上或者是学生是不太接受的 看看业者提供的菜单已经开到今年二月 菜单不乏包子 面包 香肠等猪肉加工品 不少食材已经下定不说 目前也没接获教育局或校方指示更改菜单 团善业者只能姑且相信 上游产品没有问题 末端使用者的部分 来 我们来做我这个是不是萊猪 消费者绝对不可能信任 那我只能够凑验 我有办法针对所有东西 百分之百的来验吗 以台中为立交业者被发现 使用萊猪就解约 业者不敢冒险猪肉一进场 就主动快塞随机送检 并要求厂商出示标章与产品溯源 对加工食品 业者则是缩减供应来源 避免踩雷 但对家长来说还是不放心 非常担心 就会避免不要吃啊 我们有定期跟不定期的给抽查 这个加工品 我们会减少来用其他替代的 营养午餐 从上游食材到下游的团扇厨房 缓缓相扣 避免萊猪进入校园 正式进入正痛期 团扇业者只能把关再把关 是否全面禁用猪肉加工品 只能依照指示随机变动调整 走一步算一步 接着从上游圣猪王一章 台中冲的 这样子不 shifts 了解 更多年禁用猪肉加工品 这边看证券 更多年禁用猪肉加工品 出 hasta下游圣猪肉加工人 没吃过 Buck Kayla